在參加今年環太平洋軍演的外國艦艇中 有多艘使用韓國技術生產的韓國產品 優越的性能使他們在最尖端外國武器之中 仍大放光彩 吸引了不少視線 在艦艇開放日 希望參觀使用韓國技術生產的 海軍最大規模運輸艦 馬羅島號的人們排起了長龍 這艘1.45萬噸級大型運輸艦的飛機庫和甲板上 處處擠滿了僑胞 外國官兵和海外媒體 菲律賓一艘2600噸級護衛艦也參加了此次軍演 這是韓國國內建造 去年交付的韓國產艦艇 曾服役30年 隨後被贈與秘魯的順天號艦 以新名字出現在夏威夷 新西蘭2.3萬噸級補給艦 也為韓國製造 主管環太平洋軍演的美國第三艦隊司令表示 四年前擔任美國海軍駐韓國司令時 出席了這艘艦艇的動工儀式 四年後的今天 又見證了它發揮自己的力量 正致力於出口海外的韓國產製導火箭也進行了展示 一步步向簽訂出口合同邁進 在聚集了全世界最尖端戰力的環太平洋軍演中 韓國軍工技術的地位正不斷提高